还没有做出实际背叛行为,那就是自己另一半发神经式的不信任。 只可惜,暧昧和越界是实际背叛的前奏。 男女之间的友情大齐也很小,对于越界之人的羞根本遮不住。 男女之间只要非工作必要内容之外的往来甚密就是越界。 虽然事事无绝对,但这样的现实却说出了现实生活中男女关系的本真面目。 异性之间的相惜是人的原始渴望。 若是没能拎得清彼此的身份和资格,看似有情关系的亲密男女, 就很难在最恰当的时机坚持自己口中的底线和原则。 真能保持坦荡的人并不会因为另一半的诉求而恼羞成怒, 更不会对当下感情关系因其他异性存在受到了负面干扰而视若无睹。 坦荡之人必会做坦荡之事。 很多时候,一个人在一另一半和其他异性的越界不是患得患失和没有安全感, 而是要确定这段关系对方到底想不想要而已。 倘若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异性朋友和眼前的人断了婚恋关系, 那么他的坦荡就有待于考究。 非婚恋关系的异性之间,如下四个细节行为撕开了越界的热羞布, 一旦这样相处便是越界,别装了。 1.特殊的陪伴 这个世上,有些事真的只能对自己的另一半才能做, 比如特殊的陪伴。 有些男女之间时常打着友情的名义, 抛开自己的另一半去做相互陪伴。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对方一个需要, 另一方无论多远都会奔赴而去。 无论传统的逢年过节或是西方的浪漫节日, 亦或是彼此的生日, 相互都会尽量陪伴或给出惊喜。 同异性别的朋友之间的陪伴尚且会有时被放鸽子, 异性之间的双向奔赴若不是暧昧越界又会是什么呢? 嘘寒问暖的关心本就是一种对当下感情不负责的刻意暧昧越界。 成年人的内心怎会对一种格外的吸引力没有半点察觉, 无非是不想戳破这层窗户纸, 不想把那种意想中的欲望激情浇灭罢了。 为什么彼此明明在暧昧越界还要打着友情的名义去继续往来? 就是因为这样的友情让彼此在互动过程中产生了被无限放大的欢愉感受。 哪怕是最后会伤人伤己, 也甘愿怀着侥幸心理去偷得片刻欢。 异性之间一定要有合理的距离分寸, 跨越了距离和分寸再打着友情的大气, 也能为彼此的不堪行径遮羞了。 二、特殊的情绪满足于呵护, 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唯有对另一个人格外在乎, 才会发自内心地产生情绪呵护的欲望。 当呵护在实际行动中一直被延续时, 男女之间的感觉就会在特定的时间节点, 把彼此的好感升华到欲罢不能的阶段。 遇到了男性事,第一时间不是找其他朋友, 不是和自己的另一半诉说心事, 反而是第一时间向异性朋友寻关心和安慰。 并且,每一次需要和被需要中彼此之间的温暖传递, 都能带给彼此最踏实的感知。 这不是你们多么心灵相通, 而是你们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暧昧和越界。 男女之间有好感,但还没建立感情关系之前,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 只为加速关系推进,创造更多在一起的机会。 而非婚恋关系的男女之间, 一旦也以这样的方式去相处时, 两个人早就不是单纯的友情关系了。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 亦或是情绪需求, 双方都能够尽心尽力地去呵护, 给出帮助, 这不是友情, 是相互依赖, 彼此欢喜, 才不会存在拒绝的必然结果。 异性之间, 不是不能没有往来, 但关系的合理性, 并不是自己口中的坦荡, 而是真正让人心服口服的坦荡。 做不到真正让人心服的坦荡, 就别再用友情来给越界遮羞了。 三,特殊的交心。 有些人明明直觉告诉自己, 另一半在与其他异性越界暧昧, 可是自己查看另一半的手机, 根本发现不了任何端倪。 对此, 面对另一半的苛责, 自己也只能委屈和泪水, 全部吞进肚子里。 多少次, 自己也想着应该相信另一半。 可是, 偏偏直觉就是那么强烈, 尤其, 每当深夜时, 听见另一半手机的提示消息时, 自己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 告诉你, 当你的另一半和其他异性 已经越界的时候, 你即使查不出他们聊天的端倪, 也会因为如下现象, 证明了你的直觉是对的。 一, 他们之间总是有的没的在聊天。 二, 也许你的另一半没有主动说话, 可是对方消息一到, 你的另一半就开始回应。 三, 两个人的聊天内容不是斗图, 就是讲笑话, 要么就是分享日常, 或者总有问题请教, 有困难需要寻帮助。 四, 他们之间不会每天都聊天, 但是他们之间的聊天互动 会让你明显感觉到 你的另一半乐在其中。 五, 他们之间偶尔会提起工作, 但多无关紧要。 六, 他们之间的沟通 在你多次制止时, 都没能得到最好的结束, 反而你得到了 另一半越来越多的苛责。 从他们的聊天互动中, 你会发现你的另一半 与那个异性朋友的语言 比与你沟通的内容 丰富多了, 快乐多了。 异性之间的时刻分享 就是特殊的交心, 这便是越界。 四, 特殊维护。 这个世上太阳不可直视, 人心不可测量, 现实生活中, 爱与咳嗽不能隐藏。 当你的眼前人 和他的异性朋友之间 已经屡次因 有情关系的互动而戳伤你, 只能说明 他的异性朋友比你重要。 在现实生活中, 异性之间若不是真的在乎, 谁又能把原本给 眼前人的各种维护 分出来给自己的异性朋友呢? 更何况, 还有些人 是把所有的维护 都给了自己的异性朋友。 而在维护自己异性朋友的过程中, 大都是为了让眼前人 不要深事端。 在乎一个人 最上不承认, 实际行动 根本藏不住。 在乎一个人 最直接的表现 莫过于 舍不得任何人 说他的不好, 尤其不允许 眼前人 说关于那个人的任何负面言辞, 舍不得他受半点委屈, 尤其不允许 眼前人 让那个人受半点委屈, 舍不得自己的生命里没有他, 尤其不会向眼前人妥协, 把那个人 从自己的生命之中 请出去。 不想失去, 不想他半点难过, 不想因为任何客观原因 影响彼此的相处, 为户 因为在乎, 在乎 源于两个人 根本就打破了友情的界限, 以朋友之名 行使爱人的权利 仅此而已。 为什么相互暧昧, 越界, 甚至错出背叛行为的人, 还一定要以朋友的身份 去相处呢? 因为男女之间 最高级的圆满 并不是在结合的日子里 用柴米油盐 将美好冲淡, 四目相对是埋怨, 而是以友情的身份 接地气的感受 人间烟火的同时 又不是浪漫的温存, 说到底, 暧昧, 越界, 背叛的人 不过是为了行使 一己之私, 做着不堪的行为罢了。 若是你的眼前人 和其他一性之间 一直保存着暧昧, 越界, 甚至背叛的关系, 请你及时直算吧。 深情要给值得的人, 在柴米油盐中 相互奔赴, 彼此需要, 才是真正的值得。 情是人在世间的炼狱, 爱情也好, 友情也罢, 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才能修成正果。